海鲁中路台风侵袭北部地区 本区百福里城福路272号至304号等附近山坡地老旧聚落 将累积雨量已达300毫米黄色体贴值 以24小时累积雨量达400毫米黄色体贴值 毫大雨来袭 南港全公所与百福里办公室合作进行住户疏散工作 这是南港全公所举办的山坡地老旧聚落防灾疏散避难演练 特别选择在美玉大雨及城灾的百福里城福路 272号到304号一带举行 就是希望透过事前演练 让这附近31户保全住户能熟悉疏散避难方式 有效降低生命财产损失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坡的老旧聚落 那每次台风来袭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从那个地方不是土石流 就是会有淹水 那很多人误解会觉得说 那个是山上怎么会淹水 但是因为它从上面冲下来的水跟土石流是蛮多的 那那个老旧聚落已经几十年来 从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已经七八十年了 每次在淹水都从那个水沟会冒出来 因为我们那边有个那个就是坑 那坑坑那里面的积水通常在风灾来的时候 很容易就从里面冒水出来 那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百福利整个区域里面灾害最多的地方 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就是凹陷狭 所以在强降雨的时候一定是会自灾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演练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演练 把这个损失能够降低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然后防灾就是七分的自助 三分的一个互助 这场演练共分为六大项目十五个演习状况 今年还新增萧小趁乱侵入住宅 以疏散民宅偷窃的情况 包括雨量300毫米的疏散撤离 雨量400毫米的强助撤离 还有我们有外籍康复 还有长者 还有不愿意离开民众 还有小偷侵入住宅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状况 那今年的一个特别测试 我们就是增加了一个民众侵入住宅 意图形成的一个状况 这场防灾疏散演练 也吸引多位民意代表 及南港区里长道场观摩 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就很肯定 由公家单位辅导民间组织 强化自我防灾意识的做法 灾害来临 这个灰犀牛来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政府应该要带头做起 由功而失 来开始从里林之间 导入这样的防灾意识跟观念 那至少如果有一天不小心发生了 由功而失 才能够慢慢的将这样的防灾意识的观念带入民间 然后协助大家能够度过灾难 那比如说 日本就是我们可以很 非常参考的前车之间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他们的防灾事的落实 到每一个里林之间 社区自我的防灾的这种需求 其实它做得都非常好 那台湾当然目前正在开端 目前看起来 有时候有些人从外界看会误会我们是不是还在走SOP 但我认为一切都是step by step 循序渐进 从公家开始带入这样的观念 居民才有可能慢慢接受 接受了解以后才有可能慢慢懂得说 原来只有这一套资源 这一套系统可以运用 区内大多为山坡丘陵地形 南港全公所方面期盼 透过官方与民间的通力合作 提高社区灾害耐受性 并快速完成灾后复原工作 有效维护市民家园安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